嗨,大家好,这里是珍爱小叔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相信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被子总在被罩里面乱跑乱转,然后团伸一团 像这样的情况,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 如果您要是经常遇到这样的烦恼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您一定要进来看一下 每次睡觉时,被子总是跑到找不到 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的懊恼 所以,耍心有很多朋友直接都不套被套 不过这样在欣喜被子的时候,那就感觉特别的麻烦了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结晓 就是利用一个小小的口罩就能够帮大家密码解决掉长久以来的困扰 视频看到这边,您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刷洗这个口罩,大家一点都并不没松 尤其是因为近两年的一旬,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囤上几盒口罩 必备不是之需 平时我们不管是书门买个菜,或者送小孩子去上学,都需要佩戴好口罩才能准时书门 不过这个口罩除了作为防护用具呢? 其实它在我们日常送花中,也有着很多很多的小妙用指数 这些用途直接都会帮大家解决掉很多的大烦恼 那么下面呢,我就废话不多说啦 直接进入话题吧 那今天呢,我只要是利用这个灰系的口罩 来帮大家解决掉一个长久以来的大烦恼 那就是用口罩来固定被子和被罩 在市场上售卖的口罩呢,也就越来越多 有普通的,也有这种N95的或者KN95的 这种口罩呢,相对于来比较,会比较厚实,也比较硬 作为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小结效呢 那么这种口罩呢,就不太实用啦 因为在固定的时候呢,这种口罩由于它的厚度比较厚 那么就比较麻烦 那像这种口罩呢,我们就直接给它排除掉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蓝色的 像这种蓝色的口罩呢,它的裹笋是这种无纺布的 而这种口罩的裹笋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它就比较容易变晴 而且经过多次给它洗涤之后呢 那么这种无纺布就比较容易破碎掉 而且由于无纺布材质,它本身就比较薄 在固定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脱开 所以像这种无纺布材质的裹笋口罩呢 我们也一样要给它排除掉 今天在这边最适合用的就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普通的蓝色口罩 这种蓝色的口罩呢,基本被分为三层 内外两层无纺布,一个是隔水绳 一个是吸水绳 中间呢,有一层是火箭绳 这种口罩的薄厚适中 在我们固定的时候呢,也比较好用 而且它的过筛呢,它这个材质也比较扎实 用这种口罩作为固定的工具呢,就比较实用 面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口罩从对中间给它折过来 下面我们继续在口罩的这个弹力随便 缓慢迅速的给它剪出一个小方块 长度呢,大概就是在一米左右 剪好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小 将口罩给它对折之后呢,我们可以一次性给它剪下两个 这样的话呢,也比较省事 另外一边呢,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剪下一个小方块 不过我们在剪的时候呢,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避免这个口罩的过筛被剪掉 我们的被子呢,一共算下来就是有四个角 那么这样子算下来,大概要需要剪掉四个口罩 一共就是四根过筛就各啦 对于剩下的这些口罩的部位呢,我们不用担心会浪费掉 为这些部位呢,它的用途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将剩余的这些口罩,给它制作成一个小口袋 往里面加入少洗的沙叶,然后放到冰箱里面 不仅可以细数异味,而且还能增香 甚至呢,也可以往里面放上一些灰灶头 直接给它丢进马桶里面 这样一来呢,也可以保持一个新香的状态 那还可以洗到一个新洁马桶的作用 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在这一步呢,大家不用担心 送下的这些口罩会造成浪费 一边是鼻梁上的这根铁丝呢 我们也可以再次给它利用起来 比如绑一些小孩子吃剩下的这些零食 或者绑一些电话线或者电话会 都是非常的实用 我们可以将这些小方块 整整齐齐的给它摆在手中 两边的小方块先不给它对整齐之后 然后再用一个小剪刀 从中间这个弹力绳 给它一分为二 不过我们剪的时候呢 最好是长短给它晶莹一些 剪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得到八个锅绳啦 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就可以用这些弹力绳去固定一些被子和被套啦 都是非常的实际 您看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剪的我的视频呢 对你有帮助的话 能够等等您的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上一个漂亮的小爱心指示一下呢 您的每一个点赞的指示呢 都是我鼓励最大的进步 谢谢大家 按全步给它剪好之后呢 可以最后再做进一步检查一遍 看看这些刮绳啊 还有这些口罩剪下来的小方块 是否连接牢固 全步检查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啦 第一,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固定呢? 被子和被罩呢? 那么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被子 我们先要固定的这四个角 看一下,这是我盖了一个小时的被子 整个被子跟被套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啦 那真的是完全找不到东西南北 这个被子呢,已经完全扭捏在一块啦 要找到四个角真的是有点困难 那么这样的被子呢,想要盖起来 睡觉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这样一来呢,不仅影响美观 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那么下面呢,我也会话不多说啦 直接先把拉链给它打开 然后从里面找出一个被子的角落 这的角落已经找到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给它翻一翻找一找 找这个被套的角落也给它捉出来 下面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被罩的角落 还有被子的角呢,全部给它固定在一起 那这一步是不可以直接给它防在一起的哦 将它们两者给它防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等到我们来年要洗被套的时候 那么就非常的麻烦啦 这里,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口罩固定的工具啦 也是非常的简单 下面呢,我们就要掏出一盒 隔壁老王金王帮我黄裤子的针跟线啦 线的颜色呢,我们最好是挑白色的 因为白色呢,它最终都是比较白的 不管什么样的颜色,都是特别的适合 把针跟线给它找到之后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夹起给它固定到一起啦 下面我们再掏出一个口罩的弹力绳 把这个小环块呢,直接给它贴到这个被子的背脚上 然后再用针像将其,缓慢迅速的给它缓起来 那我们在防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毕竟呢,这个针,它的针头是特别的光利 如果不小心砸到手呢,那么就特别不好啦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个背脚和口罩的边缘 缓慢迅速的给它缓在一起 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有很多年轻的宝妈们 都不会缓缓缚缚,因为它贪心 这样子缓缓来呢,不仅不美观 而且还会把衣服给它缓得越乱越糟 不过这个被套呢,就不一样啦 必定是缓在里面的,别人也看不到 这一片给它缓一缓,只要能够固定住就可以啦 我们要缓到最后的时候要收尾时 一定要把这个线给它打个死结哦 如果呢,里面的线就不会出现脱线的情况啦 只简简单单来回给它缓上个十多针 就已经特别的扎实啦 这给它缓好之后呢,即便给它放到冰箱里面 进行清洗时,也不会出现脱线的一个情况 只上面呢,给它缓完之后呢 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被罩上 也要按照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方法 简简单单,也要给它缓上一个 如果家里的背脚上呢,要是有这个弹力绳 或者绑线绳的时候呢 那就不需要再次给它进行防补啦 这样子,将被套和被子的每一个角落 都给它缓上两个扣罩的小房块 布缓好之后呢,将洗两肘 给它绑在一起就可以啦 不过,我们在绑的时候呢 尽量给它绑到那种滑动蝴蝶结的 一来方便我们下次新洗时候,比较好打开 但是给它绑上之后呢 不管我们怎样是拉手 都特别特别的牢固 既然是家里的小宝宝 再喜欢乱动乱跳 那么里面的这个被子和被套 也不会分离啦 可以看到这边呢 那么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的好奇 何必那么麻烦呢 直接买那种被子的固定器 不就OK了吗? 在这里大家先忽略了一步 这种固定器呢 它中间都是用钢针给它酸过系的 一旦小孩子没有注意的话呢 那么就特别容易被砸伤 可能就非常大啦 使用这种固定器呢 如果是家里有小宝宝的 不建议去使用 真的是特别的危险 还是用这种废系的口罩 这个弹力绳给它防补在这边 然后给它打个结 就特别的使用啦 这样子使用起来 不管你怎么拉手 那么这个防线盒呢 都不会被撕开 真的是特别的环保又使用 那大家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被子跟被套 总是乱跑乱撞呢? 除了是没有固定 它其实呢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那就是您的被子和被套的材质 特别的光滑 滑溜溜的厮手材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起到一个不好固定的情况 所以在这边 建议大家购买被罩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这种绳棉的材质 下面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包子 被里面的熟分呢 都是百分百只绳棉的 像这种绳棉的被罩呢 它是比较心乎透气的 也不会闪生什么样的异味 关键呢 还可以防止静电的闪生 那眼龙大大的减少 被子在被罩里面 乱跑乱向的一个现象啦 好啦 那么今天固定被子的小防法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呢 也欢迎在我的校方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我们一起探讨学习分享哦 好啦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边 感谢大家一路观看已知识 下面就下个视频再见啦